亲爱的我们周末做什么 大冷天当然是泡温泉 和你 讨厌 我去同城旅游订个温泉套餐 周六去周日回 别忘了先领红包 老婆真会过日子 温泉游上同城旅游 求是泡泡节目呢 是由让你的旅途虽短 但是可以很精彩的 同城旅游冠名播出 周边游出镜游上同城旅游 点击节目泡泡条 领取同城旅游200元红包 下载同城旅游带上父母 旅行虽然很短 但却要更精彩 采采采采采 我是采采 对长途旅行的话太累了 我畅想着以后能坐 无人车旅行 听说这个李厂长 坐无人车的时候 让写代码的工程师 去边上当路人做测试 是因为他们公司的测试 都用完了 就要舍身取义的时候才知道 这平时跟领导搞好关系 是多么重要 小黑呢就吹啊 他跟我们领导的关系铁 说 哎呀 我跟我们老大 我们俩是从光屁股玩到现在的 你说铁不铁 干总不屑了 说 哼 我跟领导现在还光屁股玩呢 你说谁铁 今天啊 我向我们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呢 他跟我抱怨 说 采采啊 你说说 我挺有钱的吧 事业也蛮成功的吧 这身边一群女人围着我转 可是 怎么我就找不到一个 不是因为钱才喜欢我的女人呢 是个难题 我说老板 我给你出一招吧 你明天 就打扮成乞丐的样子 装作破产 在单位门口 看哪个女人还愿意跟你 那你就娶谁吧 老板说 好主意啊 决定这么干了 下班回去 我就跟我表妹说 表妹 我们老板明天要在单位门口 装成乞丐的样子 那个 你知道怎么办吧 深藏公寓名 一天啊 子不语去老板办公室拿资料 一不小心啊 把老板的古董花瓶 给搞得稀碎了 他见四甲无人啊 就把老板办公室 搞得是乱七八糟 急急忙忙找到老板说 老大不好了 你办公室招贼了 结果没想到 我们老板淡定的说 没关系 还好我装了监控 然后子不语就辞职了 老板 为什么从上个月开始 秘书的活都得我来做呀 那是因为 到这个月底 秘书 她会成为你的老板娘 最近啊 我们公司好几个部门 都发现有老鼠了 老总呢 就对秘书说 你去买一些老鼠药吧 每个部门发一些啊 秘书说 好 我现在就去办 结果老板突然喊住秘书说 这个算了 还是等春节再办这件事吧 秘书不解啊 问为什么 他说 今年公司效益不好 明天我就要宣布 取消年终奖 我怕有些员工想不开啊 公司效益不好嘛 拆旅费一直都超支 老板特别不高兴啊 要求经理想办法减少开支 经理啊 就组织大家开会 在会上啊 就说 这个以后出差 午餐呢 不算在出差费用里面 你们自己支付啊 结果大家满脸不高兴的散会了 可是过了几天吧 他又组织开会 会上说 最近吧 发现你们的晚餐开支 也太高点了吧 结果底下 一个同事说 那是因为 我们没有吃午餐 公司嘛 在开大会啊 因为老板比较忙嘛 会议流程上面写的是 讲话40分钟 他在讲台上面就说 这个 我40分钟不行 最多10分钟 然后台下坐了七八十个人 就我一个人笑了 而且特别大声 我是不是可以准备辞职信了 领导开会训话的时候 不知道谁放了个屁 声音特别大 大家都沉默了 没有人勇于站起来 宣称对这个屁负责 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想笑又不敢笑 加上最近感冒啊 竟然憋出了鼻涕泡 领导看着我皱着眉头说 想放就放吧 别让屁迷了路啊 听我解释 年底的总结会上啊 领导老师夸自己 做事情做得好 各种夸 我们都听不下去了啊 结果啊 调调受不了随口就说 老板 你能不能别夸自己啊 顿时气氛就不好了 我心想调调赶 这么跟领导说话死定了 谁知道这货 又悠悠说了一句 搞得我想夸你都没机会 公司开会 开着开着 突然停电了 老板呢 就让人点了一桌的蜡烛 还蛮浪漫的 结果会议结束之后啊 老板突然就问 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没想到啊 真有一二货 特别开心的说 老板是我 我过生日 然后老板说生日快乐 把蜡烛都吹了吧 要说还是我们以前 单位的部门科长 那叫一个神通广大 他提前知道了 公司的总裁要来视察 连夜把公司的水磨地板 请人又打磨了一次 结果因为地面太滑了 总裁来视察 没超过十分钟 栽了个跟头 被拉去医院了 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了 我以前的老板妈 微笑地跟他说 老板早啊 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如果当初你没有解雇我 我就不会过上 现在这样 闲散舒适 不劳而获的日子 老板也笑了笑说 不用客气 然后在我面前的碗里 丢了一块钱 又可以去做羊羊了 当时我辞职的原因 真的是太累了 总是加班啊 这个周六的时候 哥打电话 让我周日加班 我说行 但是这周末吧 路上有点堵 可能会晚点到 他说那你啥时候到 我说可能得周一了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像我以前公司嘛 经常加班 然后就有一位员工猝死了 后来呢 来了一位妹子啊 就坐在那位猝死员工的位置上面 我们没有人告诉他猝死的事啊 这事也不太好说是吧 结果有一天晚上加班 挺深夜了啊 他有一段代码不会写 就让男朋友帮忙远程写 然后肚子饿了嘛 就出去吃夜宵去了 刚好这个时候经理路过 眼睛就瞥了一眼 妹子坐那个位置 看到电脑上那个代码 在自动的一行一行的写 打晚上的 第二天 那个产品经理就辞职了 程序员的读书历程如下 插语言入门 插语言应用实践 插语言高级编程 插语言的科学艺术 编程之美 编程之道 编程之禅 静追康复指南啊 一直幻想 交了辞职报告 然后狠狠地骂主管一顿 昨天中午午睡 又梦到这情景了 主管把我叫醒 我二话不说 一顿骂 骂完才想起来 我还没有交辞职报告呢 然后然后就被辞职了 这新到了一家公司嘛 我总是听到同事 叫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 叮咚 叮咚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今天见她了嘛 我也叫了两声 叮咚叮咚 而且是声音 特别欢快那种 她愣了一下 笑着离开 旁边同事都傻眼了 然后告诉我 这是公司的董事长 姓丁 丁董啊 后来换了一家公司嘛 那个公司的老板姓谢 谢建峰的谢 还有一位部门经理 叫张雨 老板秘书每次通知 这个部门经理 去老板办公室的时候 都会说 张雨哥 谢老板找你哦 老板问我 你是学会计的吗 我说嗯 是的 好的 那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 你帮忙解决一下 行 您只管吩咐 我一定前里下了 就是借我五千块钱 一天啊 局长跟科长 共乘一步电梯 局长放了一屁之后 对科长说 你放屁了 科长当人解释 说不是我放的 不久科长就被免职了 局长在会上说 屁大的事 你都担待不起 要你何用 好气啊 文匹爱好者赞赏刀 因为不满意 工资太低了 于是我就买了一茶杯 上面印着有 我要涨工资几个字 每次开会的时候 我都把印着这几个字的一面 正对着老板放 结果今天开会 老板手里拿着一茶叶蛋 放在桌上 对我滚来滚去的 我一个劲的暗示老板嘛 很多公司在上班第一天 都会暗示到岗的员工 发红版的伟人头 老板终于是大开进口说 明天我们发 比他们更红 更厚重的 大家开心啊 一夜的期待之后 今天我们每个人 收到了一个苹果 确实很红很厚重 老板还是很幽默的 刚才嘛 我去找老板 谈涨工资的事 老板说 你不妨把目标 定得小一点 比如说换个公司 假期让我明白了 什么叫做光阴四溅 工作日让我懂得了 什么叫做度日如年呀 手机片 亲爱的你 现在还好吗 周二最难挨了啊 想着后面还有好几天呢 但是想想周末会不会开心呢 周末怎么过呢 不妨上同种旅游 订一个温泉游吧 这么冷的天啊 泡温泉最合适不过啦 泡在热乎乎的水里 那叫个舒服呀 像我们公司 那个水 洗手的水 冷得冰的呀 到冬天 我发现同事上完厕所 出来洗手的都少了 喂 是行政部门吗 我想投诉一下 我们公司这个 饮水机 对方说 你好 你之前不已经投诉过 五次饮水机的 热水不热的问题吗 我们已经派人修好了呀 我说对 我就是投诉这事 啊 修好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去洗手 差点被烫熟了 谁让你拿饮水机的水 洗手的 那谁 谁让 水吃的水太冰了 就是不抱 尽情吐槽 那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 不妨在微信的 添加好友 选择公众号 订阅号 搜 采采采采采采采放采 或者搜 CAI CAI FM 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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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有遇到一些 有趣的求事啊 也可以随手发过来 就有机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 读出来 有可能是一个月后 有可能是半年后 有可能一年后 然后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来说说 大家平时啊 发过来 吐槽自己 二货老板的一些求事 这个也叫 easy to remember 那说 今天早上 领导给我打电话嘛 就问我 哎 怎么不登录微信呢 快看微信 我急忙掏出手机 登录微信 只见领导给我发 请查收邮件 宋小天呢 说 上级领导能来视察 吃完饭之后 领导就说了啊 这咱们找个女人 比较多的地方 大家去放松放松 不愧是领导啊 劳意结合呀 于是他把我们 领到广场上 跟大妈们一起 跳广场舞 今天不是看了一个新闻吗 说的是北京 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 可以免费乘公交 免费逛公园嘛 下面一神评论啊 说是 让这些老人们 多出来息息雾霾 这样就早点 退休金就能发的少了 国家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啊 DLHZ说 一次同事聚餐嘛 说到现在的明星 我们一科室领导 50多岁说 你们刚刚说的 那几个女明星 都没有我喜欢 那个漂亮 你们猜我喜欢 谁五个字的 大家就想呀 五个字的嘛 日本的 欧美的 猜了好久都没猜对 结果这个时候 蓬佩奥一二货同事说 是 安吉拉贝比妈 领导说 对对对 就是他 你怎么知道啊 五个字 这封说 前天上班嘛 领导就突然过来了 俩女孩没看见 领导在后面 开心的嚼着口香糖 领导看了一会儿呢 气奔走上去说道 你们俩就知道吃 吃完吧 你还吹一出来 吹得满脸都是 还用舌头上下舔 舔完又接着吹 你们这样的工作态度 哪个领导受得了啊 说你两句 你不会吞了吧 足客人说 今天跟老板 去谈一个重要的项目 老板跟对方握手的时候 我猛然的看到 老板拉脸没拉 又不敢明说 他们刚一握完手 我就挡在老板面前 小声的说 老板下面 下面 然后老板向下看了一眼 愣了两秒 蹲下 帮我把鞋段系上了 这 林语说领导在门外 用门家核桃 我从门口路过啊 顺嘴说了一句 这门家过的核桃 还能补脑吗 领导是愣了一下 把核桃扔进垃圾桶 刚才经过领导的电脑桌前 看到他在搜搜索引擎 搜 门家过的核桃 为什么不能补脑 因为俗话说脑子被门家了呀 我读书少 别骗我啊 嘿 Jaco说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国企嘛 虽然职位不低 但是却是最年轻的一位 我们领导五十多了 在公司待了一辈子了 不怎么用电脑 有一天经过我电脑之后 停了停没说话 欲言又止 晚上一块吃饭 突然跟我说 想玩啊 咱都是国有企业 你又是做财务工作的 又是领导 咱得公私分明啊 我一是错愕啊 不过 很快地领会了领导的意图 第二天 我就把桌面上的 我的电脑 改成了 公家的电脑 他再次走过 慈祥的对我笑了 迷智小冉说 刚刚到公司上班 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了 老员工处处地排挤我 好多次沟通之后 其中一些人还是老样子 没办法 我只好让我爸开除了他们 王坤说了啊 今天我们经理训话嘛 说你们这些外地人啊 不努力 将来娶媳妇养得起吗 媳妇养得起 孩子养得起吗 转头就问一同事 你有房子吗 同事说有啊 他说那你有车吗 有啊 经理一脸黑线之后说 散会 房子天桥下 车自行车 我们公司的财务是老总老爸妈 人蛮好 大家都叫他老爷子 新来的实习生找财务之前 老爷子写批字 同乙之初 落款某某某 写的是甲乙丙丁的乙啊 这实习生一看字错了 当场指出来 要求更改 老爷子诱不过 重新开了一张 批了同义支出的条子给他 实习生拿着条子 找初娜拿钱 初娜说 这也不是老爷子开的 并且拒绝给钱 拒绝了 有没有朋友觉得 老板抠了呢 王金泽说 我们老板就特别抠啊 情人节的时候嘛 一同事跟老板就提议 说是 老大 这别的公司 情人节给单身狗 都送玫瑰花了 你给我们也送点啥 领导爽快答应 说今天美人 送三朵玫瑰花 让我们回工位上等 可是我回到工位 没看到花啊 就问同事 不是大家都有花了 花在哪呢 同事说 你没开QQ吧 老板在QQ上发的 QQ上 倒是新技能啊 下子情人节 你可以给女朋友送 9999顿玫瑰 QQ上送 虽然说 骄傲使人退步 可是我退步了也很厉害呀 我们工地上面 施工园被开除了 原因是 他昨天下午 在才收免完成的 混泥土表面上洗了 某某是个傻叉 某某就是我们老大的名字 然后就被人叫走了 他回来准备擦掉 水泥凝固了 经理解雇他 不是因为他骂人 而是业务不熟练 水泥凝固的时间 都算不准 工地上面啊 放线员呢 对工人说 你看看你 你看你干那活啊 这铺砖都不在一条线上 你怎么看的图纸啊 这工人吧 哽着脖子说 这怎么不是一条线了啊 那不是一条曲线吗 曲线啊 放线员一脸黑线的 啊啊啊 乌鸦飞过 像我们厂里啊 这小领导都叫什么头 甜味车间的叫甜头 咸味车间叫咸头 仓库的叫裤头 你知道乳化车间的领导叫什么嘞 一天我们领导的手机中病毒了 挨个给通讯录里的人发短信 内容就是某某某 给你看一个相册 付一个链接 其中 就是手机通讯录里 存你的名字是什么 短信的开头就是什么 于是我们领导的领导 也就是我们的王董 说到这样一条消息 王姐吧 我建了一个相册给你看看 我说到是采麻子 给你一个相册看看 就我知道我脸上有麻子 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呀 好吗 就长麻子就跟脸上过敏是一样的 为什么脸上会过敏 那是大自然恨你 那是大自然恨你 麻子就是老天爷 嫉妒你 看你太美了 稍微给点缺陷你知道吗 就跟那个王昭军 昭军出赛 再扯再扯 继续来说大家吐槽自己的二货领导 请供吐槽 布罗密使神经病说 我们领导抱怨说自己儿子学小号烦死了 结果一二货同事说好事啊 比你都能吹啊 领导当时脸都绿了啊 一般我说我们单位平时呢 经常组织打篮球 领导组织的他也打 我一直觉得那些同事都挺菜的 领导也一般般 直到昨天领导有事没去 我仿佛觉得在跟一群NBA的打球啊 这当下属不容易啊 得时刻考虑到领导的感受 当领导就那么轻松吗 啊 哎呀呀就说了啊 作为一名领导 我从来不敢多说话 上个月下属小李到我们家来玩 我随口说了一句 家里空调坏了 比较热 尖量 第二天小李去过我们家 安装了一台新空调 上个星期 我看到老张在办公室吃午饭 煎的鱼 我随口说了一句真香啊 当天晚上 老张给我送了一箱子的鲜鱼 昨天我碰到 小刘跟她媳妇逛街 我随口称赞 哎哟小刘 你媳妇真漂亮啊 当天晚上我自己在家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一看 小刘媳妇站门口 见我一脸微笑的说 领导 我们家小刘说 嫂子不在家 让我来陪你 赶快给小刘 赶快给小刘 赚工资啊 陆飞说媳妇玩我手机 有人给我微信打开一看 是公司的女会计发的 说是赵总 我怀孕了 哎呀 媳妇一下子炸锅了 还没来得及解释 媳妇一巴掌上来了 紧接着开口骂我 过了一会儿 会计又发来一条 明天我跟我男朋友 去见父母 不好意思直接请假 忘批准 哎哎你说这这这这 能一次给我发完吗 就有个人找领导办事嘛 拿出了五张美女照片 让领导任选一张 你懂的 老大 领导 你终于哪个呀 领导看了没说话 那个人急了说 领导你表个态呀 领导坏笑道 你看到地上 有五张百元大钞 会捡哪一张啊 李可白说 昨天啊 跟领导一起吃饭 酒后三巡 一群人开始斗牛 我能说我赢了两千多吗 这不是高潮 高潮是最后 把领导给输的 领导问我 你今年多大 我说 二十二 他说 我正好有个女儿二十 我把她嫁给你 你把钱还我 我好回去跟老婆交差啊 跟领导相处融洽了 还有低头 勉强看脚尖 他说 记得以前跟领导喝酒 他说酒量很大 我不信 开局之后我敬酒 一连干了三杯白酒 一杯二两半的杯子 然后接着吹啤酒七八瓶 酒过三巡 我骑车回家 第二天上班 发现领导没来 从那以后 领导再也没跟我喝过酒啊 那就说明感情不深了 你知道为啥吗 那就是因为 那天晚上 你自己骑车回去 都不知道把领导带一带 你明知道他喝多 不能开车啊 卡瑟布兰卡说 昨天晚上 和老板去吃宵夜 突然屁一来袭 就跟老板开玩笑说 我出去放个屁 谁知道老板啊 满嘴酒气的 当场拍桌子说 屁你都跑远 放啊 看来你对我们不信任啊 于是我勉为其难的 放了出来 今天早上上班 发现 我桌上放了一盒 牛黄解毒丸 领导还蛮体贴的 头去和从说 我之前把签名改成了 老板发我多少年终奖 我祝老板活多少天 结果被老板瞧见了 他把我拉办公室训了半天 要求我立刻把签名改掉 我回到工位之后 想了想把签名改成了 老板发我多少年终奖 我祝老板活多少年 则后无事发年终奖那一天 我发现红包里多了一千块钱呢 对于自己的领导上司 包括家长老师都是要尊敬的啊 最近我看新闻 说是一位高三的同学 上课不聊嘛 然后把老师的照片 辟成了表情包 但是这个老师也蛮过分的哈 居然要劝退这个同学 胸怀要有的啊 胸没有胸怀要有 还是陆飞说 在单位跟老板吵了一架 晚上他们在群里玩 红包接龙 我没敢出声啊 也不敢抢 直到深夜没人玩了 老板问我 二狗你在吗 怎么不抢红包呢 我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说在呢 没一会儿呀 屏幕就闪出了 几十个红包啊 我心想啊 这老板真包容 真大度 皮点皮点把红包都点了 每个都两百 正要对老板说谢谢呢 下面出现一行字 二狗这是你全部的工资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我心急如焚的要回消息 系统提示 你已经被踢出了群 处理人老板 还行 他还算是给你发工资哈 最近特别热议的就是 江苏常熟的一些工厂们啊 用同工的事啊 不给发工资 要走苛口证件 连语的疯子说 我有个极品上司 我每次去厕所 他都正好去办公室找我 同事说我去厕所了 也不知道他有多急 对着你厕所就喊 想玩儿想玩儿想玩儿 现在你说我出声 还是不出声音儿啊 你说进来 不逗逼混死行人说 老总姓佛嘛 别的公司福利都出去游玩儿 我们公司是出去做法 烧香念经 对我们以前公司 那个老板也是姓佛的 但我没事去放声 但是那个巴西龟 真的不太好 放声到公园里好吗 这个叫镇的朋友说 我是阿正 昵称叫镇 月关那个镇 再来我是阿正 我跟你说个糗事吧 前两天我在朋友圈上 看到个朋友发个说说 说去驾车西藏玩儿 我想都没想啊 就回复说吹牛吧你 第二天刷朋友圈 看到那条说说 居然是老板发的 然后我赶紧把回复删了 这两天老板看到我 都是满脸黑线的 那姨佛就说 今天被经理骂了嘛 我们上班不能玩手机的 今天闲着无聊 拿起手机搜附近的人 看有没有妹子 首页就看到 特清纯一妹子 看到照片各种想法 果断加好友 妹子在吗 约吗约吗 对面说 胡平是吧 下边来我办公室找我 居然是我们经理 当时我琢磨你这个段子 说你们经理居然没你微信吗 我来想 人家约的话 可能用在小号 小文在说 如果你的老板 从五楼掉下来 这个时候你最希望 拥有什么超能力 神回复 希望时光倒流 去救他吗 不 我希望再看一遍 哎 大豪就说了 教大家一个办法吧 如果你发现 你的领导 有一些些SB 你就应该顺着他 捧着他 灌着他 游着他 争取早日 把他培养成 更大更大的SB 那就是你逆袭的时候了 对 说到逆袭嘛 我们公司一同事 一直被老板嫌弃 嫌弃了好多年 但是同事 一直做事积极 甚至做得比老板还认真 中午有一天 这同事结婚了 老板含着泪 看着穿着婚纱的女儿 对同事说 哎呦 现在才明白 原来老子 一直是为你打工的呀 土豆教主说 中午跟一 老董吃饭嘛 我问他 如何看待下属 他说 能办事又听话的下属 就是干才加奴才 比听话的下属 奴才 大于不听话 能办事的下属 干才 大于不听话的下属 听话是基础 能办事是加分项 会拍马屁是锦上添花 干才加奴才 领导也喜欢 但是会提防 奴才比较忠心 对领导来说 是绝对的刚需 职场上的段子 职场真的相处 你说批评上司吧 职位难保 批评同级 关系难高 批评下级 选票减少 批评自己 自寻烦恼 不过这个鸡汤得灌 大多数的时候 消耗你能量的 都不是工作 而是工作中遇到的人 干活本身的可能 是不累的 平衡情绪是最累的 乐观是吧 SWN就说了 作为一个别人眼中 乐观的人 大概就是你上吊快死了 大家还以为 你在荡秋千 多么多么的领悟 哎呀 什么什么的朋友说 老板是个烟鬼 老板娘不让他抽烟 老板怕他媳妇 所以不敢明着抽 每次他抽烟 都让我给他把风 今天像往常一样 老板娘回来的时候 我在办公室门外 很大声的咳嗽 咳咳咳咳 然后老板娘直冲我来 啪一巴掌说 我认你很久了 你再调戏给我试试 这锅背的 卢嘉仍说 最近啊 公司招人 发现了不少奇葩 今天下午 有个姑娘来面试 长得可美了 个子超高 羡慕 问经理工资多少 SCOSCO经理说 底薪一个月三千 那姑娘来了一句 这也太低了吧 我一晚上就能挣那么多 宝宝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歪了 就是你想什么呢 或许人家是 当视频主播呢 那狼无奇说啊 我们公司的老板啊 是个受虐狂 每天来上班 员工啊 都要去他办公室 走到他面前 狠狠抽他一个耳光 这就算打过卡了 这说的是 前阵子一件事的新闻吧 前阵子时间说 一个公司 这个领导要求员工 每天上班 在他面前排队 挨个的 扇自己耳光一下 小狼说 佳琪跟彩彩 创业很成功 组建了一个大型的上市公司 佳琪邀请彩彩去公司参观 好几十人夹到欢迎啊 彩彩就问佳琪 你怎么做到的 佳琪说 来的人一个人发100块钱 第二天 彩彩拉着佳琪逛街 回来路上啊 佳琪说句彩彩公司 歇歇脚 彩彩公司千把号人 塞满大厅 高呼欢迎啊 欢迎啊 佳琪震惊了 问彩彩怎么做到的 彩彩喝了口水 润润润说 谁不来 罚他100 胡帅说 刚才工作中出了问题 然后一个程序工人 说我搞什么飞机 我竟然想起 想的是飞机是怎么搞 要是能搞一个飞机 我也是有钱人了吧 脑洞得有多大 大嘟嘟说 一孕傻三年 不应该还有半年多吗 如何算出来一年多的 难道这就是傻三年的 正常现象 哦是 你是从就怀孕开始算起 是吧 我是从宝宝出来算起的 那个时候的你 我baby说 半夜评论好多人啊 本来在等着看下雪 谁知道等了半夜看到雪了 又激动睡不着了 好昵称都被别人用了 说北方的冷空气 快到南方来 可怜啊 因为买了几件毛衣 在大厦门 根本穿不上啊 柠檬不蒙就说了 冬天来了 请南方的小伙伴们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你说安好 哎呦我走 说在台湖国门南方 今天还穿短袖呢 吹风扇呢 对我这里也挺热的 因为我事实上 现在啊在海口 然后待着 就是汗流浃背的 但是我没有吹空调 也没有吹风扇 因为我租的房子里面有 我本来想着 这二十多度 不到三十度 不吹空调应该能过啊 不知道这边那个热 它那种潮热潮热的 所以准备提前回去 央央说我们南方这几天 好不容易冷了一下 结果又回到穿短袖的日子了 更可恶的是 我垫 电热扇 热水袋 手套围巾 秋裤都买好了 它居然热了热了热了 你这个买好 纯粹是因为双十一便宜抢的吧 最近你看新闻 说是一位快递员 送快递途中猝死了哈 真的很辛苦 各位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对的人说下雨天去上学 边走路边思考人生 结果已经上楼梯了 还打着伞 下雨一天啊 走路上特别喜欢打伞 感觉自己不灵不灵 不灵不灵不灵的 不灵雨嘛 欢再说来人顶一把 把我顶上去 我把菜菜摘下来 种到土里浇点水 明年结出一树的菜菜 一个周一更节目 一个周三更节目 到时候天天有节目听了 好好好 我节目本身就周一听了 周一 周五端的周二求书播报 但有时候不准 大姨妈有时候不准 这一期的求书播报 要感谢开离星空 张续敏小斌 智慧钟表 紫步语 猛男土豆 Blue Sky 地府小白 雪瑞风华 厕所灯 水谷水谷 小瑶子 大土豆 水谷 戴维尼克斯推荐了一首背景音乐 那今天这个节目就要搞一段落 最后是 单纯小色狼说的 你知道什么是总裁吗 总裁就是总 是裁人 老板就老板着脸 总监就是 总是监视人 经理经常没道理 秘书 让领导秘密舒服 平时还是要尊重自己身边的人 不能 因为是领导 或者怎么样 不管是领导 还是下属 还是周围同事 这彼此都是平等的 好了 今天求书播报就到这里了 然后下期段子来了 我们再会啦 拜拜 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 就是工资条 看了生气 擦屁股太细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